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药容水彩第53期 今天画了一幅带有小帆船的湖面 采用的是宝红木浆纸 一开始稍微拿铅笔定了一下位置 然后用灰色刷天空 趁时把远处的山还有云层也一起画出来 靠近湖面的植物给它用的颜色重一点 和远处的山区别开,做一个层次 今天画的时候用水量比较大 这个木浆纸皱得很厉害 没有表纸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让这个纸面积水特别严重 等远处的景色干透了之后 我再画这个湖水 因为远处的植物的颜色用的非常重 如果没有干透的话 颜色会留下来太多就不好看了 因为它离我们特别远 即便是有倒影的话 也不会那么多 只会有一点点看不清 近处的水面 因为有岸边树的投影 所以颜色化的比较重 而且近处的水面 它对于天空的反光也会比较少 所以说它湖水本身的颜色会凸显出来 远处比较浅色的湖水 实际上是反射了天空的颜色 为了使画面的色调统一 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深绿色调来画的 其实画水面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水面的颜色 很多时候它的亮度 是反射天空的颜色 水面暗的部分 才是这个水它实际的固有色 因为这是一个很快速的画面 所以画小船的时候 它的那个浅色的船帆 我是用水彩的太白 混合了一点土黄来画的 并没有去留白 视后看这样效果还不错 因为远处的东西比较朦胧 如果用留白胶的话 这个船帆过于的白 也会显得很突兀 最后的阶段 就是在反复的调整这个水面 让它的明暗过渡 不要那么的突然 让它过渡的稍微自然一点 因为这个是木浆纸 所以它干湿变化会非常的大 需要用吹风机吹干了 看一看效果整体是不是统一 吹干了之后 如果看哪里不好 再去修补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和评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